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幾位記者來跟我問說我們這場寶貴 想要告訴社會些什麼東西 那我的答案是 我們一方面要給大福 要給我們這個居民 力量 讓大埔的居民知道 讓似乎的居民知道 在他們抗議的時候 在他們還在為他們家園抗爭的時候 大家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的力量對不對 大埔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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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告訴政府 不要以為我們忘記了 不要以為台灣社會忘記 你在這塊土地上所做出的那些事情 所進行過的這些暴政 就是苗栗大夫強拆 已經滿一周年 即將滿一周 但前兩天啊 對那畫這個其實是把 所有的加害者 畫在這牆面上 那其實已經遠看了之後 它其實就是一個警徽 警徽的標誌 那為什麼會用警徽 因為其實除了馬無江流 他們是四個幕後的推手 就是所謂四大二之外呢 還有怪手還有警察 軍警系統 他其實都是整個幫兇 對所以我才在這個牆面上 把它做一個空術 對就是其實在諷刺他們 就是為了錢 將以後腦袋長出了怪手 對 吳敦義曾經說過的 原屋原地保留 可是卻又把民宅強制拆掉 就是心情上就是說 藉著這個大家的力量 來對這個整個事件的一個公平的 公平的 對一個頻段 對一個頻段 那接下來你們的目標會是怎麼樣 我的目標只有原地重建 你即使的唯一的原則就是原地重建 你會一直努力下去 會一直努力下去就對了 對對對就是我們的 從頭開始變得不一樣 就是這樣子 這一年來 我們實在過得很痛苦 三年前的時候 烏敦義答應我們說 王屋原地原屋 原地原屋寶 可是結果是跳票 七年的時候 七年的時候 我們有收到苗栗的那個 那個拆遷 的通知 而且我們有到行政院 那邊 那邊去 那邊去 靜坐 行政院長 江宇華 那還是 還是要不理睬我們 這個 政府呢 對憐憫 實在很殘酷 尤其我父親 已經那個八十七歲了 那他有時候想到這邊 他想到的土地 土地被人家堅收器了 現在人家已經在蓋房子了 他心裡也是很痛 所以我們只有 那個安慰他 所以希望 那個法院 能夠盼久下來 能夠把土地 跟黃石到黃金裡 所以你看到那個 上面的 灰變成紅色 他其實是 那個概念是我 那時候去美國展覽 然後 一樣也是 記者 就是中國的記者 他們在訪問我 就跟他們講 大埔事件 他們非常驚訝的是 台灣也有強拆師 強針 強針的 對他說以為只有中國有 所以其實就是 台灣其實變得好像 在國民黨統治之下 好像變得 中 就是中央的極權統治 就是跟共 中國共產黨一樣 其實 畫這一次的心情 跟我畫張大哥 遺像不太一樣 就是畫張大哥遺像 其實是一個 就是追 追憶以後來 希望是送給他一個禮物 帶走 對 那畫 這個牆的時候 其實是把所有 就是這個政府 這個 這個黨國政府 他欺壓人民的 所有 惡行 後來把它 我會把它集合在一起 後來把它做一個 算是一個 宣洩的一個主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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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 好 大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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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夠了 因為今天是 是一文挽會 一文�že 任何的希望 其实真的就说 不会是随时是晴空万里 一定是要靠大家努力来争取 才会有 现在诉讼上的那个进步呢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但相对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 相对于高雄高等行政院的法官 那个地方的法官确实非常的保守 所以呢他就说在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已经明确的表示说 这个征收的审查过程中非常的草率 应该要去审查 应该要去做的事情都没有做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 他只是判决把这个征收 认为他是违法 把他撤销 但是呢 却说因为这个张艾航这个土地呢 已经划上了斑马线了 所以呢他就认为说这样子呢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土地要回来 说认为把土地 都说把土地要回来 可能会这个都市计划 这个道路的交通安全 公益性会有受到影响 其实那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 每次来这个地方 我都会特别的在这里看 那过去也有很多新闻报道 这个地方张要坊还存在的过去 对面就是派出所 从来也没有真正发生过 就是也没有发生过怎么样子的那个车祸 怎么而且有红绿灯 那个路也 这个喇叭口也够大 怎么会有什么交通安全上面的顾虑 不能法管 那是让人家非常遗憾的部分 所以就这部分 我们又再上述到最高行政法院 那依照上一次最高行政法院 做的判决 以及历来的案例 我个人判断 至少在最高行政法院的这一部分 就土地 那个可不可以包围这一部分 应该还是有机会 再表示法律上的理由 再交还给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再来做判断 那这是有关征收 我们想办法要盖 就是先把土地要回来 再要求把房子盖回来的那个步骤里面 目前的诉讼上的进度 是到这个地方 那另外呢 在这个强拆的过程中 他就说因为是用偷袭的方式 有这种说是天事良机 所以在强拆过程中 那个手段是非常非常的粗道 那因此 里面的很多的 就是说衣服啊 里面有纪念性的东西啊 甚至可能有些比较贵重的一些军事呢 全部都不翼而悲 那就这那还衣服 但都会被毁损 相片可能那些都会被 就是都会 就是都会 就是都被污损了 毁损 那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也同时对这一家 负责执拆 那执行猜署的德昌公司 以及 县政府不含刘邓宏以下呢 我们也告他们 这个是一个毁损的罪 那这部分 当然不幸的是在苗栗的第一 地检署在侦办 迟迟没有进度 苗栗地检署一直这样的姑息 那我们应该要透过更多更多的公民的力量呢 让苗栗地检署不敢继续的姑息 因为刘正宏再过六个月 他就会下台换人 那如果苗栗地检署一直迟迟的不办 我们也想办法让苗栗地检署的检察长也下台换人 整个大普事件 其实我们要翻动的 不只是让这个土壤更加回窝 我们要翻倍来 我们希望透过公民力量 我们来继续的大家全体来翻动的是 这个金权结构 这个裙带资本主义 我们要透过我们全体公民力量 一起把这样子的结构 我们要把它解体 让台湾真正的还给我们所有的公民 由我们公民来主导台湾的前途 好不好 谢谢 希望在这个案子里面